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加上人才的匮乏跟竞争 像是人在台湾可是领日本公司薪水这样的跨国工作 也成为当代人才的新险学 我们今天创意新生的节目邀请到的是 Swise的创办人兼执行长Bruce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聊聊跨国人才跟线上虚拟办公室这件事情 我们先请Bruce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Bruce Bruce明明就是台湾人 可是好像因为在日本太久了 总觉得他讲中文有一点点日本人的那个腔调这样子 我刚刚已经破梗了 就是Bruce其实在日本创业 可不可以聊一下你大概是哪一年开始到日本去发展的 OK 我是2016年的时候到日本的大阪那边开始从事创业的活动 OK 你到日本创业是第一次创业吗 我其实在2016年前2015年的时候 有跟一些大学的同学一起创过业 然后做的题目好像也都是跟这个日本有关系 是做跟代购有关系的服务 对对 我们那时候是做代购媒合平台 你超级喜欢日本的 是什么原因啊 其实我原本在2014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 我在台湾的JTV那边当过小导游 那负责就是带日本人在台湾玩 带日本人在台湾玩 对 也是因为这样音乐的机会就是接触到日本 所以也开始喜欢上日本 等一下 可是你自己本身是工程师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去当导游 其实这一块就是毕竟小时候可能会受动漫啊音乐等等的 那突然有这样一个机会 这也是学校老师介绍的说 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去认识日本的朋友 那你就是来当小导游 那所以我就平日是工程师 那假日就跑去当小导游这样 所以主业是工程师 然后副业去当小导游 接待日本来台湾观光的朋友 然后后来自己做了台日代购媒合平台 然后结束了之后 2016年开始就到日本去发展 就开始创业 那那个时候创业你们主要做的项目 服务内容是什么 其实我后来在2015年 跟刚刚提到说 做过一次台日的媒合代购平台 但因为一些原因我们解散 那应该是我先退出了 那退出之后呢 我2016年又拿着这个题目 在跑到日本的大阪再挑战一次 结果如何 结果其实2018年我们也是又撤退了 又撤退了 那个时候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像这种国际没有代购平台 它本身的商业模式是手续费 其实手续费就大概是2到3%左右 那我必须要说就是 可能我们针对市场是台湾人 其实我们很容易被cancel掉 就是甚至手续费稍微抽了一下 可能maybe我们的受众出去的消费者 他们就不愿意买当 所以其实到现在你们可以看到说 台湾的这种代购媒合平台 基本上以前你们认识的 大部分都已经倒了差不多了 对 当然还有几件还是存在着 等于现在都是代购商 直接跟消费者接触 就少了中间商 去帮他们媒合这件事情 没有错 OK 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就是 跨国代购 跨国就去买海外商品 这件事情是真的很热络啦 所以也导致在那段时间 有这样的商业机会出现 就是说那哇 这个代购的卖家这么多 那如何帮你找到最适合你的 可能价格最好的 或者是品质最好的代购卖家 那在从中可能有一些媒合的机会 对没有 我们那时候主要媒合是让旅行者 跟想要东西的人 去做一个媒合 哇这又更零碎了 要真的能够出现交易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事 那你们又只抽那个两到三% 真正赚到一定规模的钱 是不容易的事情 没有错 所以那时候做这个事 大概已经赤字了差不多将近 将近两年吧 就真的撑不下去了 就撤退了 OK 那撤退了之后呢 继续待在日本 撤退我也是继续待在日本 那不过前前后后在日本 必须要说我们光做这个事 也绝对生活吃不下去了 是 所以我在日本也带过了两间日本的公司 然后就自己创业 让他还自己当职员这样子 没有错 就等于说早上的七点到下 往上的七点这段时间 是在日本公司 那往上的七点到往上的十二点 就是我的 我要做的创业题目 可是日本公司会接受员工 兼职这件事吗 我必须要说 其实大部分都不行 所以就是 副业副业 不可以说的副业 不可以说佛妇也没有错 OK 哇 那个时候你去到日本找工作容易吗 我必须要说非常不容易 那时候我其实原先也是 工程师背景 那在台湾也有接一些案子 我也是抱着很天真 就想说 当过岛也会一点点日文 那也会一些 这种开发城市的能力 想说到日本就比较容易 但其实日本 你就是要讲日文 去面试 你的日文能力 不好的情况下 不是会一点点日文就OK的 不行 对 而且可能在过往 我在当导游的时候 那些日本人都是来台湾玩 他们比较 人比较好一点 都会慢慢的跟我讲 但到日本 你去跟人家抢工作的 所以你的日文程度 沟通能力 他们就比较要求 所以我的印象 我那时候至少 偷了一百多间的旅历 然后面试了 差不多二十八 我印象盲深 是二十八间厂商 那终于在第二十八间的时候 我被录取了 一百多风旅历 只有二十八 就差不多百分之二十的 面试机会 而二十八分之一的录取率 对 然后花了三个多月时间 OK 然后那段时间没有收入 然后创业还在烧钱 那一段时间其实 我有坦白说 我还有打工过 我在日本的大阪 有去那种叫做 就是那种居酒屋 那边也有去当过打工的 就是当外场 端盘子 对对对 就为了要赚生活费 没有错 就为了想说 再多待久一点 机会就是我的了 就是当初很这样想 为什么不会来台湾 因为我认为这个题目 是非常有趣的 我那时候 就其实我相信很多创业家 都一定深信的 自己想要做的题目 一定是可行的 那也认为说 我们只熬过这个 痛苦的阶段 下一个迎来就一定是春天 大家都会这样想 对 可是后来18年 最终还是放弃这个题目了 没有错 对 那那个时候也还没有想要回台湾 其实我必须要说 我有几次真的是有想过 好几次好几次 自己脑袋上有想过 但是我那时候去日本前的时候 我有找一个member 就是要一起来做这个题目的member 那他就是我们公司 现在可以说是 营运长的一个角色 叫Ivan 你把Ivan 那个时候你就把Ivan拖下水了 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都是 他也是 我印象到他说 他那一段时间也是边跑附边打 然后往上边 跟我们两个人一起在那边创业 他在台湾吗 他在台湾 台湾 我在日本对 你害了他还要去跑附边打 对对对 我们就是大家 早上想办法让自己生活过得去 那往上就另外运用一些时间 我们就想办法全力以赴去做好事情 所以我们没有留日 酷哦 然后呢 所以对你来讲就是说 你虽然想放弃 可是你又觉得你已经把Ivan拖下水了 所以你又不能就这样 简简单单的就结束一切这样 对 其实我有好几次放弃的时候 是Ivan突然跑过 还有积极的跟我说 诶 诶 诶 你觉得这个怎么一样 不如是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之类的 对 对 那看到这样的姿态的时候 就突然觉得说 哇 我好像不能比他再更 我怎么 我怎么这么的沮丧呢 看到这样就更要努力一点 这样才可以 是 是 OK 然后 2019年 因为那时候我也开始去学习到一些 比较平常的经营公司 因为毕竟以往都是理工背景 比较没有一些商业相关的资讯 然后就去做有趣的题目 那时候我还是认为说 首先我们还是有一个稳定的 就是现金流 那现金流最快的就是 做系统开发 自己知道熟悉的 没有错 可是你到了2020年的下半年 就推出了我们今天要聊的 这个Swise这个服务 那个时候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个题目 其实我必须要说 系统开发差不多是2018年的年底 就开始进行 那2019年的4月份 我就正式从日本的公司 就是所谓的社员这个角色 变成独立出来了 在2019年的日本的4月这边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接 我就自己个人在接一下 现金流已经达到一个 稳定的状况的时候 我在台湾这边也接着就设立公司 那也让Ivan就是 Fu Panda你不要做 终于有薪水 对终于有薪水 稳定的公司会付我薪水了 对 我们也是2019年的10月份 Ivan才就已经来 是 那接着呢 我们就2019年开始案子 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在台湾也开始在 请工程师了 但也很巧就是 2019年我回到台湾 那个我印象那时候 我们公司成立是12月份 24号 那银行还在筹备处的时候 我回到日本的 没有多久就疫情发生了 对 你就回不来了 我就回不来了 对 所以我们的公司成立就银行 我印象预商银行 还一直卡在筹备处这个阶段 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 公司老板卡在海外 没有办法回来 对 甚至我办公室 刚签网约我也进去 连那个做都还没可能 做不到五次 就回不来了 那时候就陆续去 因为Ivan是我们公司第一个人 那接着我就再陆续 找其他的工程师进来 做日本的相关的案子 是 那其实我感觉到一个最大问题 就是远距工作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 可以说是雇佣那么多的人 是在2019到2020年的 这段经验 那第一次当老板 你想象一下 自己的从自己的 赚了钱里面的 拿出来 拿出来去付薪水 那同时呢 有时候看不到结果的时候 甚至 然后又疫情 又疫情 对 他们又不在你眼底底下做事 没有错 然后就会有很多一些 第一个沟通 我也觉得花了蛮多时间 因为我们可能那时候是用LINE 那用LINE的沟通时间 又是一个文字讯息 有时候我跟你沟通 来回两次 三次 我都还没办法了解 那个内容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想说 打电话比较快一点 对 但也不晓得说 这时间打电话给你好不好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这种心理 就是 我现在有一件事情 想要赶快问 一直打来 然后就在忙啊 不能接啊 对 你就会不知道说 是不是该打的timing 是 那以及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因为我们做系统开发 我们跟客户那边 是会有所谓的daylight 是 那如果daylight赶不上的话 其实对我们公司影响蛮大 我要该怎么去把这件事情 如实如 管理好 台湾的这个PN 跟所谓的工程师 所以那时候课题其实蛮大 甚至我有一段时间感觉到说 公司的向心力跟离职率 有那么一点点的高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 有点case by case Tesk做到 我们之间不太会有一些交流 大家都有句 我们讲话都是有讲工作 Tesk 相对的公司渐渐就是 我们好像真的缺乏一个场所 定时聚下来 好好聊一下 对 那这是那时候远距感到的一个课题 所以我就开始去找一些solution 那才延伸做出今天要讨论的 我们的swice虚拟办公室 这样一个产品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做了swice这样的产品 可不可以聊聊 那你们的TA会是一个公司里面的谁 我们先从一个公司里面讲起 就说是谁比较合适使用 像你刚刚有提到 有一段时间 员工或同仁之间 好像那个向心力 渐渐的消失 而且人很奇怪 人都不喜欢被管 可是你又不能完全 真的完全不管 你完全不管这个人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哦路密伦管我啊 我没有 我好像没有存在感 我好像不被重视 所以一家公司里面 谁是swice这个服务的最主要 你们希望觉得最适合 也觉得最主要的使用者 OK我先说 其实现在使用我们swice里面 最多有感的人就是新人 每一间公司新进的新人教育这一块 我先说 其实我认为多半的人找工作 无外乎就三个条件 第一个薪水 那第二个企业文化 那第三个 这个工作有没有想要做的挑战性 有不有趣 对于自己的质押上面有没有帮助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会选择这三个 那远去工作的时候 你可能只会剩下工作有不有趣 跟薪水 企业文化这件事情 渐渐失去了跟同人之间的过通 那甚至有一些内容 我们没办法去了解到 其他同人的状况 那你们渐渐会产生出一个叫做孤立感 就是孤独感的感觉 我好像一个人在当打独斗的样子 就会失去团队上面该有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们的产品会比较偏向是 像这类型的团队 或是说新人刚进来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有一些人都会客气 我现在方不方便问我的上司 这个问题 因为有见到人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问了 可是因为远距 就像你刚刚讲的 我现在可以打给他吗 取代那个我走到他位置旁边 没有错 去问他事情 这个动作 可是因为没看到人 所以不知道方不方便 打了电话又觉得怕太突兀 可是传的讯息 不读不回或已读不回 你也不知道是怎样 可以讲吗 假 没有错 甚至就是我们也看不到对方的表情 你知道吗 不晓得对方看起来好可怕 好严肃的样子 不要问好了 对方只会再忙 然后想糟糕生气了吗 对对对 就其实只是因为没有空单手打字而已 只能打两个字 没有错 所以这个就是会产生出一种沟通的隔阂 我们人就光讲话都会有一些认知上面的问题 更何况是文字上面在传 对对OK 所以你觉得是一般的这个staff之间 同人之间的这个cowork 沟通 然后甚至教育训练是最适合的 那对于我们好像都还忘了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那SWISE提供的是就一个虚拟的空间而已吗 还是他具体在这个所谓的虚拟的办公室的这个概念里面 在这个环境里面他还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OK 在我们的线上虚拟办公室上面 我们就是每一个人进到里面都会有一个虚拟的阿帕达 虚拟的化身 那这个虚拟的化身 你们彼此靠近彼此就可以立即的进入所谓的通话跟视讯 就有点像是线下的同人可能坐在旁边 你就可以马上问他说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那我可以先设定就是就算他靠近也不能开启通话 因为我就在忙啊 在我们的里面都可以去设定你们的状态 忙碌中离系中现在方便对话中之类的 OK 所以某一些层面上也可以让进到所有的人 你们自己的现在工作的status告诉其他的人 就是我现在方不方便说话 那会不会有些人就是很简单一整天都逛忙碌 就是叫大家不要来吵他 然后他其实就是看剧之类的在打混 这个部分当然也是可以的 对那坦白说我们也有背后一些 可能比较偏向是生产力分析的一些功能 所以假设说一整天看剧的情况下 我们在某一些层面来讲 对于管理层对于老板 他们还是看得到这些数据 就想到这个人怎么感觉 就是好像是挂网而已这样 在idol的状态好像都没有在工作 OK 所以一个虚拟办公室 然后每一个同事可以有自己的avatar 然后靠近就可以通讯跟沟通跟交流 除此之外呢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服务在里面 我们这个产品有一个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有针对所谓的语音字幕翻译功能 就是我们让所谓的跨国团队 像我们公司有日本人跟台湾人 可能我们还有中国人 那这些的人他们该如何 譬如说我现在讲日文 那他就会变成方体中文 这样的一个语音字幕 让跨国团队可以更及时性的沟通 所以其实源自于你们最早的需求 你们反而不见得是 当然啦 因为当时的是疫情没有错 但是其实某个程度你们比较像 一开始就是为了跨国协作而生的 没有错 对 就是说你不是因为说大家都在国内 只是因为不能进到办公室 而是你们其实一开始 就大概就很锁定了跨国协作 这样的一个题目 是的 我们一开始甚至是针对工程师 坦白说我们产品台 所以也到现在都是 我们的替业族群就是 大部分都是工程师的公司 对 道路比较多 那为什么呢 因为工程师之间 我们讲话内容都比较平常是逻辑性的 对 逻辑性的东西 你要用文字去创递 有时候是很难创递清楚的 对 例如说文字这样 我用逻辑性光跟你对话 你可能就没办法catch 我用文字你可能更难catch 对 那往往我们公司 我常常也有跟我们同仁讲过一句就是 原则上你们的文字讯息 只要来回两次 那 还要 那两次还没办法解决你们的疑问的话 不要再第三次了 第三次就直接讲电话比较快一点 嗯 因为你们打字也是时间 来回在那边等待也是时间 太浪费效率了 对 OK 工程师 然后跨国 你们现在的客户里面 有没有观察到除了工程师之外 什么类型的公司比较有跨国协作的需求啊 我先说我们目前比较多的公司 使用都是日本的企业 但什么类型的企业 这些企业啊 其实包含IT业型会 当然会最多 可能公司本身在卖SARS的一些产品 那甚至web3.0的一些业界的公司 他们也基本上都是跨国 那远距工作 那当然混合办公的公司也会有 其实我们公司 卖的客户最多可能会是中大型企业 一间公司的企业只要超过50个人以上 甚至他们有分店 例如说 东京的话就是大阪跟东京 可能像日本市场比较大 它有不同的地区 对 那大阪的人跟东京的分店的人 基本上不太会过通 对 所以我们建立出一个线上的空间 让大阪人东京的 他们也可以定时 上市主要谢谢你 对 有一个机会可以跟对方沟通这样 OK 因为其实像 我们这次会要事外采访的原因 是因为在 就是8月11号12号 我们才刚结束了 密花莲 创新创业嘉年华 然后我们是在 在花莲 认识Ivan这样 然后 因为我们这次在 花莲的展会里面 其实我们有 配合当地的产业的特性 也提出一个主张 就是数位有没有 Vocation的这个 这种新的 不管是工作样态 或是生活样态都好 然后Ivan就很认真 他在现场就做了 就用SWISE 特别设计了一个 算模组吗 一个使用的概念跟情境 就是在告诉大家 可以怎么样 透过使用SWISE 然后打造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 然后可以满足Vocation的 这种生活样态 所以便是说远距工作 会是除了跨国沟通之外 远距工作 或者是在同一个国家里面 像刚刚Ivan讲到的 一个一家店在关东 一家店在关系 他可能需要这样子 远距沟通的时候 或team build的时候 也很适合成为SWISE的用户吗 没有错 我们其实与其说 就是你们远距工作这点 我们比较平常是多具点 跨距离工作的一个公司 或是成员 都很适合使用我们的产品 因为我们产品 就是让你们在 重视远距的情况下 你们的team 也可以build起来 其实我们重点核心 是在这里 对 那讲到team build 就是你前面有提到 就是公司的向心力 或是文化的传递 很重要一部分 是跟教育训练有关系 那你们怎么做到 教育训练这件事情 透过SWISE 我们SWISE上面 有很多协助的工具 包含可能我们未来 目前都有一些 画面分享白榜 甚至我们有一些资讯内容 都可以让你在上面 去克制你的教育的环境 例如说新进的成员 他们可能到 右上角的空间里面 就会有一些教育手册等等的 教育相关的训练 甚至你们可以自己去 比较平常是 游戏性的规划 你们的场景 新人就是在第一楼 这边先跑一遍 对 那可能在接下来跑到第二楼 那接下来 可能未来你们 过了一个礼拜过后 你们就持续都在第三楼 跟其他公司一起工作 那你们的产品发展到现在 你看始于疫情 那现在疫情结束了 会像很多其他的服务一样 忠于疫情吗 忠于疫情的终结这样子 你们自己 有没有观察你们用户的状况 有没有因为说 疫情结束了 那大家都恢复正常了 我们都不远去了 然后对你们服务的采用 产生影响 我先这边必须要先坦白说 我们的竞争对手 的确在市场上面来说 市场上面有缩小 就是有一部分的人 渐渐就是我们企业就开始 回到线下 所以不需要了 对 这一定是有的 那但是相对的 持续远距跟混合办公的公司 还是持续有的 所以就变成说 其实现在使用我们产品的节约率 降低了 对 渐渐它降低 粘着度增加 粘着度是高的 对 然后反而 而且可能还增加了这个用户数 因为你们是百人头几肥吗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对 OK OK 所以你自己觉得 疫情大概就决定了 不同公司的policy 可是对于远距工作 多据点工作 跨国工作 这样的这个大趋势还是存在的 所以基本上 你是乐观看这个趋势 我没有错 因为目前某一些层面讲 包含我认为台湾 日本现在国内也是非常缺人才的 是 现在是有很多企业 包含大公司 他们是不得不远距这个环境 要把它建立起来 因为他们的人可能会去招 越南 台湾 中国 韩国的一些优秀的一些工程师 因为国内找不到人了 然后对方可能不愿意飞过去 就是海外 飞到海外工作 没有错 所以反而是企业必须要接受 跨国人才这件事 对 你看现在像你这样 愿意飘洋过海 跑到日本去工作 台湾人变少了这样 我认为接下来可能渐渐 也会越来越少 因为优秀的人 其实坦白说 你们住在台湾 可能做美国安职 做日本的工作 就够了 现在反而是像工程师的类型 包含我本身也是工程师 其实工程师都会有一个惯性 就是我们其实能力到达一定 其实反而在家的工作环境 是最舒适的 或是不要进班 或是最舒适 其实蛮多工程师都是这样 他们都会在家把自己的那个 你知道双营 三营 然后RGB 支持很多很fancy的 然后升降桌 然后椅子要两万多 这样 就都很肯投资 所以在家工作就很爽 这样 对 你看起来应该也是这样 我在家也是稍微会整理一下 是吧 对 好 那你刚刚前面有讲到竞争者 你为什么看Gather Town 就是你们跟疫情的时候 Gather也很红嘛 对 虽然我自己没有很喜欢 我自己基本上其实还没有认真的用过 因为我刚刚在录音前 我有跟Bruce分享 就是对我来讲 我不太需要有虚拟的人 去代表人跟人之间的 in person的见面 这件事 就是说需要具象化的并不是人 需要具象化其实是工作的流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掌握那个工作的流 才应该要被具象化 所以其实就像刚刚Bruce在谈 Swice的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说一个Avatar到另外一个同事的Avatar旁边 去确认他现在是不是可以讨论事情的这件事 我觉得他具象化的是那个工作的流 那个工作习惯 那Gether呢 你们现在怎么看这样的 就是对于相对于这样的竞争者 你们有怎么样的优势 其实我们在过往以后去使用过Gether Time 那但是Gether Time有一个 我们那时候使用的一个比较致命的缺点就是 他很吃记忆体 特别是工程师 工程师的电脑系统上Spec都会比较好一点 那Gether Time开在旁边你的 过一阵子你的风扇就开始转了 可是这件事情应该是他可以克服的 从技术层面来说 就是理论上他可以克服嘛 对不对 没有错 那但是我必须要先说 Gether Time他们目前比较for events 这一块 就是他们渐渐做到现在 其实到现在他们还是会有一个 可能风扇会比较容易跑的过程 对 那比较跑的过程的情况下 其实工程师就不会用 我们那时候公司有 不包含Gether Time 我们有使用过其他产品 那我都有让我们的公司的工程师 大家都常驻 就有一段时间工程师不开了 我想说为什么不开呢 因为他说开了会累 可会导致他没办法去开发 那你不开的情况就代表说 你人没有进到这个办公室 我一样就找不到人 没办法联系 其他同僚要找你 没办法找 那使用的意义就没有了 对 所以那时候也是因为这个 我们才自己想说 独立出来做 这首先是一个契机 那以及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的产品的方向性 也跟Gether Time 渐渐做出来的方向 比较不一样就是 我们比较for 跨国团队上面的一些功能 包含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有所谓的语言字字幕翻译功能 也是希望说 这些工程师或这些跨国团队 他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工具 加强他们跨国之间的语言的隔阂 OK 那甚至我们的产品 也比较针对Office Office的一些功能 协作功能 那这个是Gether Time 他们比较没有 他们可能是比较for Event 然后Event 你讲Office是 就是办公环境里面的 工具 那大概有哪些工具呢 像我们可以在上面 放你们的一些简报 PPT或是等等那种 白板 刚刚你有讲到 然后一起放上去 你们可以在这个空间 共同的去编辑 去协作 OK 你目前主要的客户 应该就是日本跟台湾 两地的客户 这两地的客户 他们的长相一样吗 个性一样吗 性质是 同质性是高的吗 我们的客户 其实我先说 日本来说的话 我们有很多业界的人 我们有不动场业界的利用 不动场业界 很特别是 他们店铺会有很多店铺 对 就是仲介嘛 到处都有 那我发现不动场 他们为什么想要使用这个 他们两百多人使用 为什么想使用这个原因 是因为 他们公司的老板 是想要 在一个线上空间 可以看到 可能二十几间店的状况 那把二十几间店的状况 全部都聚集在这个线上 我今天 只要移动到哪里 我就可以看到A店铺 里面的状况 我可以马上跟A店铺的人沟通 可是 我好奇的是 他到底想要看到 比如说A店铺的状况 这个状况是指 是指什么状况 大家就在空间里面 走一走去吗 还是交头接耳吗 他就会觉得 大家都一起在为业绩努力啊 首先他们在那个A店铺那边 也有装一个 类似 iPad 就等于说那边装一个摄影机 他们有摄影机 然后就等于说 你靠近那个Avatar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店铺的全貌 同时你也可以跟店铺的 A B C 他们聊天 那店铺的A B C 也可以跑去店铺的B跟C 就是直接在 你们就在这个空间上面 就做一个线上的沟通 就是有点像员工进度的关怀这样 怎么样啊 今天就好像老板走到你 背后拍拍你 怎么样啊 今天案子谈的还顺利吗 这样子 原来这是他所谓 他要看的状况 对 那也是因为这样这个老板 他就不用每一间店铺都跑了 线上不看就好了 线上了解就好了 酷 对 那这是我们其中一个 不动场运用的业界 那当然也有公司 是IT类型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那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间厂商 也是之前我有使用过 有一间厂商是叫 小林制药 小林制药其实蛮特别 是他们公司到现在 他们的远距工作是不断扩大 他们远距工作的福利 渐渐扩大 为什么 因为呢 首先小林制药 他们有很多工程师团队 是越南的人 跟中国的人 那当然他们日本国内也有 那像这样的状况 其实在日本越来越常见 就是一间公司 你们要去招优秀的 工程师人才 其实在国内也不好招 你们就去招海外的人 那招海外的人情况下 你们又该如何去把它 build出你们的团队来呢 OK 所以反而他们是扩大的 原来制药 因为听起来感觉是很 传统的行业 而且是大厂 没有错 所以我们也是很吓一跳 所以奇怪你们怎么有这个需求 那台湾呢 台湾客户的样貌 到底怎么样 台湾的客户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今年这样才刚回到台湾 那我们台湾也有所谓的教育类型的 也有运用 是像补习班那种吗 没有错 也是很多多店铺型的 对没有错 以及补习班的客户 其实我们在日本也有一间 比较大大间的公司的 他们也是想要做一个线上补习班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在讲 现在渐渐都在扫子化 你们每年招生一定是每况愈下 那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店铺 你们代表说实体你们再怎么开店铺 你们的营业跟利润 其实每年都会越来越差 那越来越差的情况下 他们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开线上的补习班去招 过往 而不是他们的TA的族群 就去招全国 可能没办法来到 这个补习班的人 以及日本现在有个现象就是 不去上学 不去补习班的学生越来越多 对 那包含家长也可能不放心说 可能因为疫情状况 不放心让小孩子去到那个补习班 对 不安心 那这样的话 他们想要打造出一个 类似元宇宙的一个补习班 让这些小孩子 他们也可以在线上 安心的去上课 同时呢 补习班现在用Room 或Google Mixer 有一个缺点就是 你通常是一对多 什么意思呢 学生你只能去对于老师 你比较不会学生跟学生之间沟通 那就缺乏了所谓的 我认为学习也很重要是 同学之间 所以他其实应该要做到三项的沟通 没有错 而甚至还有一件事情 你们如果是用Room的话 今天有一个学生要发表问题 要问老师 我相信就像是课堂上一样 要先按举手 对 那你们会不好意思问 的人会有 因为你一问其他学生都会知道 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就是下课之后 就会有同学会个别去问老师 这个行为在线上已经缺乏了 那种就是讨厌鬼啊 对 就是那种会说 我自己都没有读书啊 我都不会 我都不会 然后自己他就去问老师 然后自己会 然后就自己考最好那种 带着怨念讲这种幼稚的话 OK 那企业规模呢 就是说 不管台湾或日本 好了 就是 你们主要大部分是大型的企业 用的比较多 还是说中小企业用的比较多 还是说在台湾跟日本有差 企业规模 客户的规模是有差别的 通常组织到20个人以上 企业规模20个人以上的话 就会有这个需求了 20个人以上你们公司 只要是远距的过程中 或是说你们公司 有跨谷团队的成员 其实这些企业都会有这个需求 就是我该怎么 让我这些跨谷团队 甚至20个人的状况 好好标起来 反而导入这些产品 这些管理层啊 或是 所谓的老板啊 他们比较不会去使用 会去使用一定是他们的员工 该如何让员工 包含新人教育训练 更好的标出一个 工作的一个线上环境 这些 所以我们的企业 目前都落在 比较多的企业都是 他们公司规模人数 会是企业 50个人以上 员工人数 5个4个以上 那你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客户 有多少人在他们自己盖的 Swise的办公室里面 目前是200个人 就刚刚跟你讲 不动场 那包含还有那个 教育类型 目前有500个人的 对 虽然说我们知道 Swise的诞生 并不是为了要全部去取代 所谓的实体办公室 但是我不知道在你的客户里面 有这样的案例吗 就是说他们就再也没有实体办公室了 他们就只在Swise上面办公 我必须要先说 就是我们的客户 当然也会有完全就是在线上办公的理由 但是他们也还是会保持着混合办公 这件事情 就混合办公 你们一样还是会实体见面 但是线上办公最重要的就是 线上办公 我必须要先说 基本上大家的生产力都会降低 特别是人数一拉大的话 那个生产力降低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那该如何让生产力 把它保持住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你们的沟通效率如何拉高 那甚至你们的管控的部分 该如何去明确掌握对方的状况 那这就是我们的产品 最主要的一个特色点 从你们的产品特色 从你们提供的服务内容 跟相关的功能 你们去对应不同国家 尤其台日嘛 你们去对应不同国家 或不同客户都满足得了他们的要求吗 或者说他们会不会在文化上面 有不同的要求 有没有哪一 比如说有些老板可能特别喜欢 管员工啊 管得比较严 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开明啊 或是有一些企业可能是 很喜欢加很多游戏进去啊 就是要让大家一直要 have fun 我相信have fun 大家的productivity才会变得更好 就你有没有观察到哪一些 不同国家的这个 或不同企业的文化差异 OK我先说就是日本好了 日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企业文化 包含我们公司也是 就是企业文化 这是应该说是日本很多企业 都是希望说让所有的团队 build起来 就是包含说纵使你的能力 所以叫做早操 对早操会啊 念什么 你公司的理念啊 真的会 真的会 因为我们楼下刚搬来的一个新创公司 是Urator 那因为Urator充满人过去在日本企业服务 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他基本上的那个企业文化 是很受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他就在他们公司内部是导入早操这个行为 然后他就说 对啊在日本就是很多企业 绝大多数的企业 我记得他好像说的一个数字 是80%还90%以上的企业都有这个习惯 真的吗 是真的 其实我待过的日常也是有 都是做早操吗 还是说是都有固定一个ritual 一个仪式 我待过的公司是 与其说早操不如说早会 我们会有个早会 那早会的时候就是会 我在以前日常是会去念公司的理念 一条一条念 第一条 我们要怎样怎样 第二条 什么这样 OK 所以这就不见得一定都是做操 但是大家都有大家自己的仪式这样子 或是喊叫叫叫叫叫 对没有错 没有错 就是企业文化这一块在日本是很重要 所以他们远距的时候 其实这一块不想要不见 How 那你们怎么做到 所以这就是我们公司其中一个产品的卖点 我们可以让这件事情在线上再实现起来 所以某一个时间点 比如说日本时区的早上九点或八点半 在SWISE的宇宙里就有很多家公司都在念他们的 可能就会聚在这边就开始公司就每一个念 而且大家都要跟着念之类的 我们公司是没有到这种程度 疯哦 那你们服务应该也可以卖给庙啊 好像可以的 对不对 全国的那个分室有没有分社 全部都一起早上一起做早课 日本的企业真的很重 比较重视人际关系 当然也会有所谓的上司跟下司前后辈子 可是他人仍是人际关系的一块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他们的人际关系这一块吃得很重 我认为吃得比台湾重蛮多的 所以这也是你们商机所在 even在虚拟的环境里 他的那个人际关系还是要具体的存在着 没有错 OK 甚至我们公司有一些导入的例子就是 他们公司原本有一个员工跟某一个员工的处得不好 那个A员工我们先叫A员工跟B员工处得不好 那A员工呢 他要离职了 那有一天他突然变远距工作 A员工不离职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不用见到B员工了 我一样可以继续工作 这也是远距的一个好处 对 但他们到底是要多恨彼此 OK 那你刚刚说日本企业比较重视人际关系 那不知道有一个刻板印象不知道正不正确 所以日本企业跟台湾企业比 谁比较爱监督员工 管员工 我自己目前遇到的状况了 我的经验是可能台湾会比较重视结果跟过程 那这个结果跟过程就会导致延伸出所谓的监督这件事情 那反而日本你们重视没有结果 但是你有好好的把我的企业文化了解了 你也跟我的关系处得不错了 你就加油吧 所以他们比较不会去做监督这件事情 是我们遇到的客户来说了 那如果我们是使用者 我们是你的客户 我们在Splice的办公室里面 就可以做到所有完整的需求吗 我还需要搭配其他的这种工作啦 文书啦 沟通的软体吗 比如说像像slack好了 或者是trello好了 就是我们还需要搭配这些其他的软体 OK 我先说一下 当然需要一些 像你们有使用的 比如说Google Drive也好 Tradle也好 slack 当然这些都是需要的 我们的产品 我们可以会一直以来 都把它定义在所谓的商业沟通工具 就是比如说你们过往是使用slack 等等这些是文字讯息的 那我们的就是属于web3.0的一个商业沟通工具 那当然它不会到全面取代 如果全面取代 那我们可能公司开发跟等等就要花了满 可能要再花更多的钱 那有可能整合吗 比如说我们用API的方式 我可以把它变成是说 我可以在SWICE里面我也用slack 目前我们的产品来说 我们在今年的后半年会 去整合所有的stake跟teams的一个讯息 那就尽可能大家不用再去开那么多视窗 所以我们其实也有开放 未来也会开放一些API 然后去整合其他的sus AI呢 现在各式各样的AI都 好像所有的服务 所有的产业 不去接一下AI 不去沾一下AI 好像就完蛋了 你就要被时代淘汰了 How about SWICE 你们跟AI之间 我们也有去整合AI的功能 其实我们近期也会推出AI的会议记录 就是我现在讲什么 它就会变成语音识别 然后帮我整理出一个会议记录来 这也是我们近期会推的一个功能 那以及其实我们的SWICE上面 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我们可以去了解到大家的process 就是对话 今天一整天下来 ABCTE他们的对话量有多少 A跟B他们对话过程是什么 这些的data都会变成一个 未来一个很重要的data数据 那我们可以让AI去分析说 公司谁跟谁的感情比较好 公司谁跟谁的感情比较不好之类的 那进而去让团队的分配 更有数据化的方式去分配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会推出的一个新的功能 这某个程度还是回到管理这个问题 就是说当然我们都很讨厌 要被监督这件事 就是我们人进办公室 虽然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好看管 但是那绝对不是终极目的 我们绝对不是把一群人叫进来办公室 绝对不是为了要看着他们 好像在牧羊一样嘛 对不对 那同样的我相信在SYS上面也是这样 但是但是当然对于企业主来说 他还是有管理上的需求 就像你刚刚讲的 他可能要管productivity 他可能要管performance 他可能要管process等等 那怎么管 你们有哪一些机制可以协助企业主管理好这件事情 OK 首先我们的产品上面可能有两个比较大特点的功能 一个是初学型管理系统 我们的初学型管理系统跟过往初学型管理系统比较不同 我们有办法比较客观的去取得对方的真实的 有没有在电脑前的资讯 那这些都会变成所谓的一个data 可以让企业主更明确知道说 他今天一整天大概这几个小时都在电脑前面 那做哪些事情 那所谓output是有哪些东西 那这首先对企业主会有的一个功能 那以及第二个功能 我们其实有所谓的生产力分析的功能 就刚刚提到 对 那怎么分析啊 生产力分析我们所谓的人跟人之间的沟通的一个对话的一个数据上面会有 那以及第二个呢 其实这个功能 我们在过往卖的不是那么好 那不过我认为有一些企业是会有一些需求 就是我们会提供就是每一个的user 他们一整天下来所开的浏览器APP 他的所有的量 其实都会存在一个database里面 那当他今天可能没有达到一个 他所要的结果的时候 他可以看这个process哪边出了什么问题 嗯 理解 例如说 今天我们请他要做一个PPT 但是他今天下来做不完 我们人以往都用记忆去回忆嘛 哎 为什么今天做不完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数据 所以可以看到说 哦 原来我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都在做没有的对应 跟客人那边客户对应 我下午的一点到三点 这两个小时才开PPT才作业 当然两个小时就做不完 嗯嗯嗯嗯 就类似这样一个生产力自我分析 那明天是我是不是可以把 这个没有的这个时间放到下午 那早上做PPT呢 所以是自我分析 嗯 也是比较鼓励他们自己的管理 没有错 对 OK 你们现在是怎么收费 你们用使用数收费 哦 对我们有 其实我们的计费方式有分两种 一个是我们当然有推活动类型 一次上线可能200个人500个人 费用是多少 那以及我们最简单的计较 就是一个人头 一个人就是110块台币 这么便宜好赚吗 竞争者会不会比你更傻 其实我们目前的价钱的确是 在市场定义上面比较便宜一点 哦 所以不太怕跟人家 费用更低的价格来竞争 以及另外一个点就是 其实虚拟办公室这个东西啊 它在市场渗透率可能连5%都不到 所以我们其实也比较不怕说竞争对手 我们反而是希望竞争对手 把这样的市场给带动起来 因为我们就要讲100间企业 可能连10间企业 有没有用这个东西都还不知道 还有95%的市场可以大家一起开拓 所以你也不太担心竞争者这件事 可是那可不可以来聊你们市场上面 这样说好了 就是你的竞争者是跟你完全或者是同质性非常高的这样的服务吗 还是说像Microsoft各式各样的服务都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 你怎么去看竞争对手这件事情呢 我们竞争对手会比较偏向像Gear Time 这类型会比较偏向竞争对手 就是所谓的商业的一个偏向源与周围的交通工具 是可是像Zoom啊这些你们就不担心它会是 那他们反而是你的什么 是你的辅助工具 我们会这样定义就是 其实像Zoom跟Google Meetup 他们是属于有目的性的会议的一个视讯软体 对 那我们的产品会比较定义在是 所谓的公司的非目的性的对话 跟目的性对话 你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场景使用 对 就等于说公司你们的闲聊 我相信你们不会特别传一个Zoom链接传过去 然后员工进来就问到说 你中午吃什么 不会 不会嘛对不对 那大家总会用Line来做 没有错 对 就是有一些比较即时性的过程 我们还是希望说 就像展览一样好了 我们今天偶尔走过这个摊位 突然有兴趣 你就会留下来注意一下 聊一下天 那办公室也是一样 茶水间之间的聊天 其实是在我们的产品上面去实现的 OK 所以Room Google Meetup Teams他们的这个会议系统 不会变成我们的一个经济 反正我们也会是 未来可能就变成是 去连接他们 可能有一些对外的开会 你们跟其他客户用Room也没有问题 那公司内部的一些 茶水间聊天 或是激发团队 我现在随时想要找A找B 都可以在我们空间上面去 练习到 掌握得到 好啊 那最后一题要来问一下 海外市场 就因为 因为其实你们 台湾人在日本创业 然后 现在日本推出这个服务 反正是现在才要进来台湾 那 其他国家呢 比如我们刚刚聊到很多可能性 像 像原具补习 好 比如说韩国可能是 补习非常非常盛行的一个国家 一个市场 对 然后 妙 好 那我乱讲的啦 就是 你们有没有对于其他市场 有没有想法或计划 或者是说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海外的 的用户 OK 我们现在原则上主要是 Fox 台湾跟日本 那我们会以这两个国家为主 去开拓亚洲市场 那我们的产品在短时间内 我还没有去思考到 开拓欧美市场 为什么呢 因为欧美市场 其实我认为 每一个欧美的工作文化 跟台湾的工作文化 跟亚洲工作文化是不同的 就像我刚刚提到 欧美他们可能比较重视结果 所以 有结果就留下 没有结果就再见 之类的 那可能亚洲 台湾跟日本 会比较偏向是 有一部分的人情关系 跟恨铁不成钢 的一些因素 可能在里面 对 所以 我们原则上会是 以亚洲市场去开拓 那以及呢 我这边也是希望说 包含像我们公司的一个背景 我也是认为说 接下来在人才不断少的情况下 每一间公司都要去加强 你们的招募能力 那招募能力就是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的远居工作 那我也是希望说 未来像我们以往 我以前要去日本工作 我对于日本很有憧憬 我需要去申请签证 到当地面试 然后还要可能去找房子 找租金等等的 未来我希望说 想要去各个国家工作的人 你们知道电脑一打开 你今天一见就可以跟其他的 多国籍的员工一些共事 那这也是我认为 未来不断的在数位转型的情况下 会面临的一个时代来 新的趋势 对 那特别是我认为 台湾跟日本这两个国家 都在技术的少子化情况下 就不断的引人进来 这是一个解决方法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AI嘛 那以及现在我们思考就是 如何远距 迅速的去找到 你想要的人才 今天创意现在很高兴 邀请到SWICE的创办人 及执行长邱世伟 Bruce来到节目的现场 来跟我们分享 我想听众朋友 无论你是远距工作 或者是希望推广 vocation的这个工作文化 或者是混合办公 或者已经进到 所谓的聘用外国的人才 跨国协作的状态 又或者 你们现在有实体办公室 但是其实也可以考虑 用SWICE来打造第二办公室 用来招募人才 跟吸引人才 跟留住好的人才 每周听一集 认识一个创业新生代 我们的节目 每周三固定更新上架 记得追踪订阅 才不会错过任何一集更新 更欢迎大家 把节目分享给关注 创新创业的朋友 让更多人听见 勇于挑战大胆创业的 创业新生代